各位現場還有在網路上收看直播的青年朋友或是臨時關心青年議題的朋友 大家好 歡迎蒞臨青年沙龍領袖對談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陶瓊合分組在103年後在我們這個地方成立了甲陶樂學習主題館 那我們致力於解決各種青年質疑問題 我們做了什麼 當我們聽到老師講可能說青年可能面試能力不是很好的時候 我們做了履歷 我們做了面試的模擬面試 當我們聽到老闆說面試的態度不好的時候 我們做了很多職場上的一些觀念 我們做了劇場讓大家看到說 我們可以怎麼去讓青年有不一樣的方法去認識職場 當我們聽到家長說孩子找不到方向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些虛擬職場體驗 讓我們從幼稚園到大學的學員都可以去體驗非常多的職業 可是我們其實後來在想一想 我們的過程中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比較少直接聽到青年自己在想什麼 我們聽了很多研究 我們聽了很多各種外界的聲音 可是我們覺得我們應該更清楚的聽到各位就是青年朋友的一些意見 所以我們今天辦了這樣的活動 我們也希望說能透過各位的一些意見 讓我們知道說我們在接下來我們的青年職業中心 需要做什麼 能夠做什麼 能改變什麼 那我們今天來說的話 我們今天的活動很榮幸的邀請到五位 講者來幫我們分享及跟大家互動 那等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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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當我唸到名字的時候也請講者跟我們現場的揮揮手 以及有跟我們網路前面的朋友揮揮手 那首先我們介紹的是我們行政院的數位政委唐鳳 唐政委 接下來是我們的勞動力發展署的黃秋貴黃署長 接著是我們東升新聞的主播我們蔡上華蔡主播 再來是我們台北大學的學生也是學生會的會長溫文 溫同學 再來是我們的清華大學的李夢一同學 今天我們第一階段的分享 我們可能會選我們的五位講者 分別對職涯的部分來提出他們的想法 那我們也請大家留心聽 也請網路上的朋友們 我們留意的注意等等 可以在清早過程中把你的問題都提出來 我們會把它記錄下來等等 我們五位講者也會在第二階段的時候 針對你起出來的問題回答 所以請大家仔細的聆聽 首先我們要先邀請的是唐鳳 他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政委員 在上任後他不斷造成許多創新的想法 包含說在遠距上班 也包含以機器人視訊的方法出席聯合國的政治會議 在他的職涯中經過了什麼 他有什麼想要對大家說的話 我們有請唐鳳 大家請掌聲 謝謝大家 第一個講的人呢 其實我覺得是越短越好 因為我其實不知道大家想聽什麼 所以我就是先把我自己在行政院裡面工作 目前的一些狀態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我其實自己在行政院這份工作到現在大概一年半左右 是我人生中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職工作 那在此之前我如果不是創業 就是擔任顧問的工作 所以其實在進入行政院之前 我的很多以前的尤其是喜顧的朋友 都覺得這個我難道這個 為什麼會願意去找酒玩五 那我就跟他們說 其實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找酒玩五 那中間有經過一個然後護協商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其實是我想要 比較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在進入職場的時候 好比像說當時林軒老師來找我 來擔任這份工作的時候 一開始當然有個interview過程 那尤其是他當時本來是希望我幫他去獵人頭 就是去找這個職位 那我問過一圈我的朋友 那所以呢我當然會想說 作為一個本來以為是在媒合的人 就是從工作場所這邊 就是行政院這邊 在意的價值是什麼 在意的這個想要做到的事情是什麼 為什麼他現在有缺 所謂有缺的意思就是說 他本來有在做事情的時候 有碰到一些 如果沒有這個新的技能 或者這個新的素養 或這個新的perspective 新的眼光進來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那麼好的 完成他的價值的一些事情 那這個就是我很喜歡的一句話 就是說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所以呢其實當任何老闆在征人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在告訴世界的時候 啊我這邊有一個缺 那這個缺的意思 並不是這個好像肥缺啊 玄缺啊什麼意思 它是真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邊有一個需要 有人來幫忙的一件事情 所以說我自己覺得說 我們在老公協商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並不是急著去把 我之前做過多少作品 或者說我的能力多強 或什麼 那個是慢慢在做出來的 最重要的是 試著去用對方的眼光 去瞭解說 欸那你現在這邊有一個缺 這個缺 雖然現在看起來描述是讚啊 什麼數位讚的什麼的 但是你後面真正想要那個滿足 那件事情是什麼 那所以呢 在interview這個 當時的這個老闆 就是林全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說 原來他真正在意的事情 在討論好奇圈之後是 好像人民跟人民之間 彼此組織的這個方法 我們現在有數位社群 有社群媒體 非常非常多 大家都覺得說 各自之間的距離 越來越近 在網路上只要有一個關鍵字 大家的興趣 就可以組織到一起 但是呢 本來的代議政治 就是你要透過立委啊 議員啊 或者一些主流媒體啊 來幫忙進行組織 這個感覺上就比較遠 因為呢 他們的回復的速度 沒有辦法像你在網路上面 寫一行字 對方馬上就這個 以讀以回 大部分的這個公文啊 陳情啊 什麼東西 可能都要等個14天啊 30天啊 更長 所以感覺上 民間自己的距離很近 但是跟政府的距離 沒有變遠 但是相對來講 變得比較遠 所以呢 林老師 就是林全老師 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想要把政府跟人民的距離 能夠拉近 那這個是他的所謂的end point 就是說他想像中 要做到的事情 他的這個想法 那所以 這件事情 而不是這個缺 就會變成是 我們在討論說 好 那我要怎麼樣 運用我的能力 來滿足他 對於這個世界的一個 共同的想法 那這也是我認同的一個 願景啊 的方法 所以我就提出很多啊 和平常說我禮拜一禮拜四 會進行政院開會 但其他地 其他時候 我要在哪裡上班 就不要管我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才能夠巡迴去台灣 在每雙周二 在每個地方去聆聽 青年朋友們的聲音 或者是每個禮拜三 在台北的空總 從早上時點到晚上時點 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 那又或者說 我就跟他提說 欸我不接觸國家機密 演習的時候 我就請一天講 但是呢 我看到所有東西 都可以公開出來 這樣子大家才知道 我目前正在處理什麼事情 才能夠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 那最後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 我不接受這個 任何無理的這個命令 但是我也不會去命令 一個不會 所以我就是純粹是一個 在不下命令 也不接受命令的情況下 因為我自己覺得說 這樣子的情況 我不會陷入某一個 特定的這個權力的鬥爭裡面 我的工作就很明確 就是讓民間更知道政府的做事 也讓政府更有效的 不是只是對幾萬人說話 能夠聽幾萬人說話 讓他來發展這方面的工作 那所以我提出這樣子的一些 所謂的價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之後 跟這個 所有的雇主 他想要的價值 加以扣合 那這個時候 顧協項就可以很順利 因為我是在他想看到的 那個世界 等於是已經在未來了 然後對他說話 就是說 我覺得未來 只能透過這樣 這樣的方式來到來 那這樣子雙方 就是一個彼此尊重的關係 而不是我急著去說 我一定要什麼時候 做事 或他急著去說 一定要什麼時候 待遇 它是一個互相討論 然後互相辯證的 這樣一個過程 所以其實 我覺得在 這個資方也好 在老方也好 它的重點還是說 有沒有什麼共同 這樣子 能不能一起討論出一些 對大家都有效的 一些解決方案來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才是很詳畏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想 我先開場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如果 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那我就是順利大家問題來回答 謝謝 謝謝 那我們謝謝唐鳳的分享 那我們接下來是 我們先請我們的 李夢一同學 他目前19歲 是清華大學特殊選擇 十歲 計畫的陸學生 並且他在大一的時候 創辦了 妄想一號 模式 關懷工作室 現在也是 工作室的負責人 除此之外 他也特別關懷了 非主流價值 關心教育 我們來聽聽他的分享 謝謝 我想我現在再 多自主介紹一下 我今年19歲 目前大一 就讀清華大學部分系 也就是清華學院學士班 那剛剛那個 主持人也有介紹說 我是 特殊初學台的學生 就是台灣一個 比較新的教育體制 他不看你的入學成績 他隨時會看你的 過往你的 不管是在任何領域上面 的一個探索 他看那個 你領域上面 你追求的價值 那我是魔術方塊 在高英那一年 我有拿過台灣紀錄 那現在是 前台灣紀錄保持人 那各位 因為我跟魔術方塊 很有熱忱 那我在今年4月的時候 也創辦了一個 魔術方塊 教學科管工作室 所以我的身分 也算是一個 創業的初心者 那同時呢 我其實也是一個 對未來 香港迷茫的尬醫生 今天主題是 直接來看索 不好意思 今天主題是 直接來看索 那 因為我現在在 齊華大學 我其實感受到一股 很迷惘 大家各位 未來的無力感 就我不知道現在 各位 現在下面很多尬學生 是不是也是如此 因為我自己本身 是科務選來的學生 然後在清華也遇到很多 在不同的領域上 還 還蠻卓越的一個同學 那 甚至很多 師長會犧牲他們說 就我 我面試他們前 就知道他們 就知道他們年收 比我很高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在 這樣各位比之下 就是 因為特殊學生 相對來說 比同齡學生 可能 因為過往看索上面 會比較多一點想法 所以在比較之下 我就覺得 普通 普遍 一般系上的同學 感覺各位未來 就比較沒有什麼想像 這樣 那我自己想提出的 看法和問題是 我覺得 直以來教育 應該再更向下 扎根一點 因為 嗯 過往 的確 我自己在 可能國小 國中高中的時候 我 我必須坦承 我必須沒有接受過太多 關於 直以來的 想像的那種 探索 這樣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有任何辦法 可以讓 學生們更早去想像這些問題 因為 如果你把所有時間 要花在升學這件事情上面 然後當你 考完學測或指考 或是同社之後 你突然要 選一個大學 你突然要選一個科系 然後 而且大學四年 如果你不轉系 如果你不轉學 會相當難改變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 不合理的事情 就是 你要怎麼要求一個 對未來沒有太過想像的人 就 這樣子 有點像虛擇自己的時間 雖然說 所有事情都是一個 探索的過程 可是我覺得 職域和所見的事情 應該可以很早 就去做 那今天主題也是 數位科技發展職域教育 那我自己 其實最直覺的想像是 之前 台湾拜 我做了一個大抓奏計畫 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想要問 那個 唐鳳正偉說 有沒有什麼對於 這方面的想像 或是任何可能 這樣子 那這是我今天 主要想提出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其實沒有任何在外面工作經驗 也是一個 呃 大一個 新鮮的 就其實 還蠻年輕的 沒有什麼社會經驗 所以 這是我今天主要想提出的面向 這樣子 謝謝 我們先謝謝李同學分享 接著我們是不是先請我們的那個 蔡上華主播 她擁有非常亮眼的政大法律跟經濟的雙學位 並且在華視新聞廣場成為最年輕的正人節目主持人 目前是東升財經主播 也是夢想街五十七號全能事務所的主持人 我們期待她的分享 有請蔡主播 大家請上升 謝謝謝謝 非常謝謝主持人這麼棒的介紹 我想要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我的職涯過程 其實我剛剛聽到了 不管是唐風真偉或者是李同學 其實都是一個 我覺得你們蠻 某種程度挺勇敢的 你們比較敢活在框框外 但是我是一個很鬧的人 所以我其實 我覺得我整個成長過程一直都是活在框內的 就是非常順著爸媽的想法去做 他們希望我做的事 但是我覺得在到大學以後 我挺後悔的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進了大學 那可能剛好因為你的分數在這個弱點 就進了這個學校這個科系 但至少我是 所以其實我進到我的科系的時候 我心裡面非常的迷茫 因為我本來想要考的可能是三類組 但是就是沒考好 就進到了我完全不了解的科系 那進去的時候我大力的時候 我真的是非常挫折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為了要做什麼 所以那時候我有想過說 其實我對新聞圈蠻有興趣 也挺有熱忱的 那時候我就有跟我媽媽說過說 政大新聞不錯啊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轉系 轉到新聞系 或者是我雙主修新聞好不好 可是呢 我爸媽那時候他們想法就說 我覺得法律比較好 我要你雙法律 然後我心裡面其實不喜歡 但是也不敢去為虐他們 所以我就雙了一個我也不喜歡的法律 搞得我整個大學 因為我雙主修所以我念了五年 我就覺得後來在想 我大學到底為什麼要念兩個 我都不喜歡的科系 那後來我還是做了一些改變 我也是經營很多同學 其實我看到我身上也有同學 他一進來大一個時候 他也很不喜歡經濟 那後來他就跟我說 他很喜歡美術 他很喜歡藝術 所以他念到下學期以後 他就休學了 他去讀了復興美工 但是我覺得很酷 我覺得他很敢去為自己的夢想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同時我也看到了一些後來的學弟妹 他們就說我不喜歡這個 那我想要就是直接休學 但是我覺得 我會比較建議大家 當我遇到這樣的朋友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覺得 你可以不喜歡做你現在在做的事 但是不能就是把它直接逃避掉 然後沒有去讓自己持續的進步 這是比較恐怖的一個發展 那我自己呢 後來在大一大二 念了兩個我不喜歡的科系之後 我就想說那我應該要做一些改變 所以我到大三以後 就加入了我們學校的一個社團 叫ISAC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也是ISAC的社員 那我也去實習 想說我可以比較好看 從實習當中找自己人生未來的方向 所以我那時候加入了一個叫華碩CEO的東西 你們有人也在裡頭嗎 但是後來我自己一直在想說 我一定要放棄我這個 想要站在台上的夢想嗎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是對一個 站在台上非常有熱忱的人 可能不一定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夢想 但是我當時的想法是覺得 我很喜歡那個感覺 我很享受主持 或者是在台上跟大家分享的那個FU 所以呢 我後來到我大四喔 已經是有點老了吧 在大學裡面大家覺得大四你就老人 差不多要畢業了 那我到大四的時候 我看到我們學校有一個主持團 那那個主持團就是可以主持很多 學校的大型活動 我就現在想想覺得自己就是 滿願意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做各種丟臉的舉動 那時候我去面試的時候 後來我是被刷掉了 我第一次是參加了一個校外的 一個大型的主持活動 也沒有選上 就他們都覺得你的特質 你表現的不夠好 所以我們不願意給你這個機會 那後來呢 我去參加學校的這個主持團 爭取也沒有上 但是我當下沒有上的時候 我就寫信訊給老師 就是懇求他 我跟他說 我知道我可能表現的不夠好 但是我有沒有這個機會 可以進來一起參加培訓 我不在意可不可以上台 我只希望你們可以給我機會 讓我更精進 然後老師可能後來 就被我的誠意打動 他後來是跟我說 我就覺得 好啦就是你真的很有誠意 就讓我進去了 所以讓我在最後一年 更加的去訓練自己的口語表達的能力 去培訓自己真的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當你自己真的喜歡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可能一開始 你未必真的有這樣子的一個長才 或是你未必真的可以表現得符合那件事 但你要很努力去做一些嘗試 或是累積自己的實力 讓自己變成更適合做這個事情的人 所以那時候我就做了很大的努力 就是進去了 然後開始學習 那到大學快要畢業之前呢 就剛好看到了我的前東嘉 他在做一個主播的教考 那就是抱著誤打誤撞的心態 就去試試看 沒想到就進了這個行業 那進入了新聞圈以後呢 我真的是完全從零開始 你們都知道 因為我大學完全不是念相關科系 那後來我進了主持團也不是 我從來不會剪片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 其實當主播當記者 都有一個特別的說話口氣 我不知道我現在有沒有已經被通話了 但是就是會有一種特別的斷句嘛 對不對 然後剛進去的時候呢 你也不會寫那個新聞稿啊 我也不會斷句 我也不會剪接 我什麼都不會 我心裡超慌的 那那個暑假七八月 我每天都是第一個到當時的那個電視台 那個公司 我每天都最後一個走 但是我兩個月我就學會了 怎麼剪接影片 然後怎麼寫稿 怎麼過音 所有記者 該要會的一些基本常識 我都趕快讓自己很快的時間儲備起來 因為我知道完全沒有 我已經筆電輸了四年 我只能用更快的時間 趕快讓自己ready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努力往自己人生夢想去邁進的一個過程 你必經的一些考驗 然後也希望就是所有的同學們 如果你們現在覺得還不太清楚自己未來想做什麼 可能可以仔細去想想看 但如果你已經想好你自己想做什麼 但他跟你現在做的事情不太相關 我覺得就像你如果問我說 那你現在當了記者當了主播 那你當初念的那個經濟跟法律 是不是完全就沒用了 我倒不這麼認為 我認為人生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價值 就像賈波斯不是說過嗎 所以我的點到最後年輕小姐 才知道這些點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我後來想想 我覺得也不錯啊 因為我當時可能不喜歡經濟不喜歡法律 可是我念了之後呢 反而讓後來我的工作上面 大家覺得這論節目因為你有法律背景啊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或者是財經台 我有些經濟方面的東西 可能一般的記者他不一定那麼懂啊 他可能一開始他就是念新聞科系 所以他對這東西他不了解嘛 那他就覺得你相對來說 你比較商學的基礎知識跟背景 所以你可以來做一些跟別人更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他反而變成是讓我可以跳脫出來的一個專長 所以把我的一些在學校的經驗跟職雅的連結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好我們非常謝謝蔡主播 接下來好我們有請我們的溫文同學 他目前就讀台北大學三年級 他是學生會會章 他也是非常年輕 然後另外他曾在總統府實習過 也在上海的農商銀行實習過 我們來聽聽他的實習經驗 也聽聽他對青年職雅的想法 我們請溫同學 OK好謝謝主持人 然後各位同學大家早 那我現在是公共行政系大三年學生 那這裡有沒有人是溫足的學生 就是我想問一下 有的話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溫足的 大家都不是 OK有一個 好那接下來我分享的部分 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是我在總統府實習的經驗 第二個是我最近收到微軟跟light的面試通知 那我可以分享給大家的是 為什麼我作為一個溫足的學生 我可以收到這樣子的科技公司的面試 那首先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總統的車隊 好像就是有些人有看過嗎 那大家有沒有就是坐進去 就是在裡面就是享受那個奔馳的快感 其實就是 因為那時候在總統府實習 其實就是坐在那個總統車隊裡面 然後跟總統到處跑 然後就是坐在那車隊裡面 就是你可以享受到德國高速公路那種 哇人沒有沒有時速限制的那種感覺 一路就開始狂飄 像跑到卡丁車一樣 那其實就感覺很爽 那其實在總統府主要的工作呢 因為我是在公共事務室 那他主要負責的內容是 負責收集一些總統跟各個長官們 他們想要看的一些情資 那這情資的部分其實跟國安比較不一樣 我們收集的比較像是民間的資訊 也就是說大家對於總統個人 或者是總統他提出的政策 執政的一些相關的看法 那我們隨時就是每天要 呈報給總統和長官們 他們隨時的去更新大家的進度 然後去修正他們的一些政策 那這個部分的話其實 工作看起來會滿無聊 但是其實充滿了一些學問 因為我自己是學公共行政系的 你要如何在這些情報裡面去分析說 大家對他的看法是怎麼樣 那後面整個脈絡是什麼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都可以上網去搜尋 公部門的就是體驗計畫 那這個是由青八祖 跟萬寶華人力公司一起合作的 那大家可以去體驗 因為它是暑假的時間 你們可以去好好的去利用 那就可以去多一些實習的機會 那我自己個人是認為呢 把握每一個機會 你就可以就是 好好提升自己 因為很多機會是得之不易 可是偏偏就是又選上你 因為我也當初也不認為說 我也可以選上總統府的實習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 好好把握一些外界的免費資訊 就是或者是一些很好的機會 因為我自己個人現在在學生會 我是做就是推廣之外 發展的一些課程 或者是活動 像我最近就邀請唐鋒正偉 到我們學校來跟大家分享 又如何用科技 來打造文主生的自己個人的實力 等相關的講座 那所以我也就是歡迎大家去 上網搜尋一些免費的實習 或者是他有很棒的實習資訊 那另外一部分的話 因為我自己是文主生 那為什麼我可以收到 微軟跟Line的面試 那其實微軟跟Line 每年都有幾千人去報名實習 那每次去面試 大概就是一百或兩百以內而已 所以我覺得能通過 其實他一定是有一些技巧 那加上我自己在學生會 面試不下幾十人的經驗 其實我可以得出一些經驗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為什麼他們要的是這些人 跟為什麼這些人可以去面試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在於說 你是什麼科技不重要 重點是你的特質 你的個性符不符合他公司需要的人才 比如說我今天面試的是微軟的產品行銷 那為什麼他會錄取我這個公共行政系的學生 很簡單 因為我有豐富的演講經驗 甚至是在大家面前去分享一些東西的經驗 那他們產品行銷要做什麼 他就是要去大家面前推廣你的產品 那他需要的特質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勇敢 而且你要能夠有邏輯有脈絡 去把事情講述出來 然後讓大家去能夠接受它 引起大家注意 那這是他想要的東西 那一樣的 我今天面試就是許多學生會幹部 或者學生會成員 那你是適合什麼東西 比如說你今天來面試的是公關部 可是你很明顯表現出來的特質 你就是屬於學生權益 或者是活動部的特質 那我就會覺得說其實你不夠了解自己 所以我認為大家在這個大學階段 其實要很重要的是 不要只讀學校書 你更應該去了解說 你的個人特質是什麼 你個人的性質你符合什麼 你怎麼可能讓一個很適合工程師的人 然後你去面試一個 一直要講話 一直去面對外面觀眾的一些職位 那這個人一定不會選上 所以像今天賈桃樂邀請我們來 其實他賈桃樂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涵 就是要推廣職業的教育 那賈桃樂其實他有很多的職業體驗的東西 比如說他有一個深究久型的服務 你就可以去了解你個人是屬於什麼特質 他可以透過一些問題去幫你了解說 你內心其實你是怎麼樣的人 比如說有些人你就是屬於像我一樣的 你其實很喜歡講話 只是你平常沒有表現出這個特質 但你有這個潛力 那你就可以去好好的發掘出來之後 你努力去練習 那努力練習完之後 你就盡量去爭取這些機會 那未來他就是你的出路 沒有人說 就是你的科系跟你未來的出路 是一定要一樣的 就像旁邊的這主播 就是蔡昌華主播他也是 他政大的那個經濟跟政大的法律 可是他最後出來的主播 重要是什麼 重要是大家找到自己的個人特質 跟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所以最後還是希望鼓勵大家說 能夠去發掘自己的個人內在 是什麼樣子 然後去找出自己的特性 並且去努力的尋找學習的機會 然後在大學時間加強自己 很多人暑假的時候都會拿去玩 可是我自己個人 我是對未來也是非常迷茫 所以我會利用暑假的機會去實習 包括去上海銀行 包括去總統府 那我就是想了解說 我到底想要的是政治的領域 還是我想要的是商業的領域 那我就是透過這些實習 我可以去發覺說 我其實喜歡的是哪一個 所以就是 最後就是希望鼓勵大家 能夠再利用大學時間 去多了解自己是適合什麼 OK 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 我們謝謝溫同學的分享 最後再接下來 我們邀請我們的黃秋貴署長 剛剛我們聽完了很多 我們各種朋友的一些問題跟想法 我們對青年指揚這個問題來說的話 我們政府觀察到什麼東西 那有規劃哪些東西可以跟各位來分享呢 我們有請我們的 目前我們的黃署長來跟各位分享 我們掌聲 謝謝 各位好 我想 我的開頭 就 跟前面示威一樣 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當然 到目前為止 我走的路 是跟我們政委 還有我們的守護局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是在大學研究所畢業之後 我參加國家考試 所以我都到政府機關工作 但是我不後悔 因為我認為我可以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然後我也可以學以致用 然後我也順應環境的改變 我必須要隨時學習 隨時進修 隨時精進自己 所以三十幾年的公務員的生涯 事實上我們面臨的挑戰更多 換句話說世界不是一生不變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只想跟所有同學們分享 現在的公務員絕對不是輕鬆的工作 我們一天的工作時間 超過十個小時以上 叫做正常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能夠支持我 我一直在這樣的一個工作領域裡面 很用心的去把我的工作做到最好 我想一個最重要的動力 就是我從事的是我喜歡的工作 那我想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也來跟各位分享 那對於在座各位同學們 你們知不知道自己喜歡做事嗎 其實就政府機關當然 剛剛也有提到包括到正委等等 我覺得現在政府機關 其實我們更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認為我們已經在做的 就是今天我們應該要多聆聽大家的聲音 換句話說 不是從我們這個角度來思考 你們需要什麼 我們給你們什麼 什麼樣的支援 我們為你們提供什麼樣的服務 而是聽聽看包括到今天在座各位 你們需要的是什麼 但是今天我們也必須要有更積極主動的作為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去思考 今天如果都沒有提出來 或者沒有這樣的一個聲音反映出來的話 那政府機關到底應該做什麼 首先我跟各位說 絕對不會是一層不變的 因為我們的環境社會是在改變的 比方說現在就有人在談到說 現在是一個AI的一個時代 所以我們的工作機會會減少嗎 會 會減少 但是不會有新的工作增加嗎 會 應該會有新的工作增加 只是同樣的一個問題就是 對我們所有的年輕朋友來講的話 我覺得我們透過可能 透過調查的方式想要去瞭解 到底我們可以為我們所有服務的對象 當然包括我們的年輕朋友 可是不是只有年輕朋友而已 那我們能為他們做什麼 事實上滿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可能用各種的管道 然後去蒐集我們需要的一些的資訊 所以我們發現到說 確實陳儒剛剛有幾位提到的 就很多人來說 當然包括到我們年輕朋友 事實上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治安妮妄 換句話說 我不知道我適合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喜歡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未來能做什麼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思考的是 我們有沒有可能去幫助 我們的這些 尤其年輕朋友們去怎麼樣 做更精進的 讓他們了解他自己的性向 就是他適合做什麼 可是有些時候這樣的一個話 又覺得好像有點空 所以我們可能就必須要去協助 我們這些年輕朋友 我們用各種的方式 比方說讓他去體驗 或者是說讓他們透過這種虛擬實境 甚至於跟實體結合的方式 讓他們稍微去了解一下 如果我從事這個工作 我在這個產業裡面 那到底呢 今天我工作的情境是怎麼樣 那我們是認為說 有必要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我們年輕朋友 有更多的一個了解 那為什麼我剛剛一直提到說 年輕朋友呢 因為確實數據上的反應 我們青年的失業率是相對比較高 那我們也透過調查的方式去了解到 那我們青年的就業到底 尤其是初次巡職的話 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從我們的調查統計裡面 我們發現到說 鄰近朋友他們反映出來是 就業者來講的話是怎麼樣 我們的資歷不足吧 然後呢 另外方面的話 那如果說這個 資歷不足的話 那我們就要去思考說 那我們怎麼樣子幫助 可能都已經是大學畢業 甚至於研究所畢業的 甚至有些是可能博士生 可是呢 他或許很會讀書 但是呢 他未必具備職場上的就業能力 各位可以聊九個意思吧 這是兩件事 那我們就政府機關的立場的話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 如果有學用落差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在學校面的跟出社會之後 所需要的職業能力是不一樣的 然後呢 正好有沒有落差存在的話 那我們怎麼去幫助 這些年輕學子解決學用落差的問題 那我們事實上也把我們的 服務的這個時間往前往前推進 不能夠等到 就勞動部的話 我們也不能夠說 等到今天都已經從學校畢業之後 然後呢 我們才來告訴他說 我們可以為你們做什麼 那剛剛其實我們旁邊這位朋友 他就特別提到說 這個子癌探索 那這個子癌探索實際上是重要的 可是呢 不會是從這個大學畢業以後 才做這件事情 換句話說 其實我們應該要把時間往前拉 所以在座各位同學 如果你們有機會到我們 甲桃樂這個學習主題館的話 你會發現到 我們今天服務的對象 可能我們安排的 包括到有些幼稚園的小孩 甚至於就是國小的學生 我們其實透過遊戲的方式 讓他們去感受到說 如果我做這個工作的話 那他的情境大概會是怎麼樣 在遊戲之中 讓他們也試著去探索 換句話說 我非常認同剛剛提到的 實在探索這件事情 不應該是在畢業之後 而應該是怎麼樣 往前 換句話說 從各位 您剛剛提到說 線下扎根 我完全認同 那只是說 今天我們是從小學 還是從國高中 還是從高中大學開始 我覺得這個都是可以去思考的 可是對自己這種 職埃的 自己興趣的了解 職埃的探索 甚至於職埃的體驗 那我會覺得說 其實他不是畢業之後的事情 他其實應該是在學校的時候 而且甚至於不排除 你國高中 你就開始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接觸 甚至於可能跟往前推進更早一點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今天我們剛剛提到學用落差 不過就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推出很多的計畫 我不是在這個地方去行銷我們的計畫 但是我只是希望說 今天在座都是我們的年輕朋友 基本上我想資訊的設備 你們絕對比我使用的更快更好 那很多我們的資源 政府的資源其實他是在怎樣 在我們的網頁上其實都有的 換句話說 你花一點點的時間 你就可以看到 政府可以為你們做什麼 比方說你們今天到 腳道路學習主題館 其實我們發現到一個問題 我們剛剛談到的是學用落差對不對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很多企業 他在這個面試的過程中 就可以發現到說 這個年輕人 這個學校的成績也很好啊 好像工作態度能力都很不錯啊 可是為什麼他就沒有辦法 為企業所侵賴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如果像我們今天很帥性的 我們穿一個牛仔褲 然後不修邊幅的去應徵一個工作 可是對企業來講的話 他看人的角度是不一樣的喔 你的瀟灑可能就是你 就業的最大的障礙 那類似這樣的一個狀況 或者是說今天 我們去應徵 我們就要應徵的樣子 所以我其實在這個地方圖了 剛剛所提到的 你到底喜歡什麼 你適合什麼 更重要的是你準備好了沒有 其實剛剛有幾位都提到就是說 如果今天你還沒有準備好 這個準備從哪裡開始 一個履歷表 你隨便寫就可以嗎 那你的履歷表 大概就被丟到垃圾桶裡面去了 所以其實我們能夠考慮到的就是 好 到底今天民進人的在座各位 你們需要的是什麼 那我們能夠為你們做什麼 可是我剛剛一開始就提到說 我們還是需要聆聽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想法 或許跟你們的需求 中間還是會有落差 所以怎麼樣子把這個落差 把它怎麼樣壓縮到最小 這也是我覺得一個政府機關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所以簡單的來講 稍微做一點點的說明跟回憶 就是植愛探索確實應該要提早 應該要提早 那植愛探索是重要的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怎麼樣子 把政府能夠為所有我們不管各年齡層的朋友做最好的服務 事實上我們也必須要做好聆聽的工作 然後當然我們也歡迎各位 充分的使用政府的支援 而這些政府的支援你從哪裡知道 你其實可以在網站裡面 充分清楚的了解到政府用哪些支援 它可能是你需要的 我們非常歡迎大家充分的來使用我們的支援 那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因為我不是用不想用很刻板的方式來告訴你 我沒有什麼計畫 因為我覺得年輕朋友的在座各位 你們有你們非常好的方式 可以去怎麼樣找這些支援 只要你們願意 以上謝謝 謝謝 我們也掌聲謝謝黃秀長 接下來因為我們剛剛第一輪 大家都分享了一些他的看法 我們知道剛剛我們的孟依也有提出一個問題 想要請教政委嘛對不對 那我想說我們除了在 我是不是也請我們的溫同學跟我們上寶主播各提出一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請政委一起來回答好不好 我想說因為我們希望說今天的機會是希望透過對話 我們不希望是單方面的讓大家知道我們在想什麼 我們也希望是彼此在想什麼 彼此有沒有一些共同的想法 彼此有沒有一些可以了解 互相加深了解 那我們請溫文 是不是你也提一個 向政委提一個問題 那個政委 那因為我這是公共行政制的學生 那我想就代表一些可能 雖然現場比較少就是文組的學生 那可能鏡頭前也有很多就是文組的學生 那我想代替他們問一下說 那對於文組學生來說 城市是不是一個一定必備的就是未來趨勢呢 那城市究竟可以為文組學生在未來就業上 就是帶來什麼樣的優勢或是怎麼可以利用 那我想就是代替文組學生問一下這個問題 那再麻煩就是政委幫忙回答一下 謝謝 那我是不是請蔡主委也一起問過您 然後我們等一下請政委一起回答 我覺得我有看過政委的一些採訪 我說我有看過政委的一些採訪 我很喜歡你說的一句話 你說想做的都是完成不了的事 如果完成得了你就不想做了 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耶 因為完成不了的事情 你要從中怎麼去得到成就感 然後可以讓自己一直朝這個 很難完成的事情去邁進 我想要問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是不是請來幫我們分享一下政委 謝謝 那我們就這個 反訊回答好了 就是為什麼我想做的都是因為無法完成的事情 其實想法是非常簡單 就是說我們做一件事情 這個如果有學心理學生 我們可能知道它的動機 它可以是兩方面的 它可以是外在動機 就你做的是為了要得到別人的稱讚 為了得到一些金錢上或其他名譽上面的一些收穫 或者是任何其他反正是外語的東西 這是一個對價關係 你做了就有沒有做就沒有 那但是呢 或者是做一件事情 它可以是一些比較內在的東西 像剛剛大家很多都已經提到說 興趣這兩個字 興趣這兩個字 興趣這兩個字其實在腦裡 就是類似多巴胺的這種回路 就是說你做的時候 做的時候就已經開心 不用等你做完 就是說你正在做跟你的夢想 或者興趣向接近的事情的時候 不用等別人來給你這個錢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對價 你就會感到高興 那但是呢 如果你挑了一件很容易完成的事情 那這個多巴胺回路它就會有一個極限 就是說它不像你常常玩一個遊戲 那如果這個遊戲設計也不是很好 那你就破關了 那破關之後就不好玩了 那不好玩的時候呢 你回想是之前這個玩的這個過程裡面 就會覺得說 欸這個時間是不是有點浪費掉 那但是呢 如果你現在挑了一個遊戲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複雜的遊戲 這個複雜的遊戲 它永遠沒有玩完了一天 那這個時候你這個一輩子都可以再玩 就一裝一裝一裝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你就不太需要外在的這個被受外在的人的這個控制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說可以鍛鍊 我注意到三位朋友都有提到的一個概念 我姑且把它稱作齒利 齒利就是說 相信大家應該很熟悉這個詞 就是說不管別人的眼光 或者不管別人的評價 你就是在做的過程裡面 你自己覺得很高興 你自己在看的這個能力 但是呢 這個東西還要再加上所謂的溝通的能力 溝通的能力 溝通的能力就是說 你把這個東西為什麼好玩 為什麼大家都應該一起來玩 玩的過程裡面呢 能夠對彼此創造出什麼 共創的雙贏的價值 這個東西如果講清楚的話 那你就變成一個 像賈波斯常備人說 有一個現實扭曲的立場 就是說你走到它旁邊的時候 你就會無形之中進入它 一直玩一直玩 那個立場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很容易跟它 開始產生各種各樣的業務上面 工作上面等等 上面這種關係 那所以即使你的工作不是PR 不是這個公關 不是Sales 不是這些東西 去練習 把你自己覺得有興趣的東西 講清楚的這件事情 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有這個能力 再加上剛剛講的就是 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是你自己的內部的動機 也許就做出發 再加上你挑的這個題目 是永遠沒有致敬的一個題目 那這三個加起來 我覺得就可以Sustain一個人 就是他在這個職場裡面 他可以永續的保持像 這麼正向的一個能量 可以可以維持幾十年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的原因 它是一個有個系統 那剛才這個問問同學問的是說 就文族的學生來這樣 第一個要不要學成的設計 然後第二個 學成的設計到底有沒有用 然後第三個 我是文族的學生 而不是李族的學生 我來學成的設計 有沒有什麼好處 比起李族的學生來學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這個其實有點反過來 有點像是問一個做理工的學生說 你需不需要學法律 這是一個非常類似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當然知道說 法律是這個世界運作的一個 很重要的人類社會運作的一個原則 但是那並不是每個人都要變成立法者 或者是法規會或者是大法官 這當然是沒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你完全沒有法律管理 就是連人權公民這些最基本的素養 都沒有的話 那也非常的危險 因為基本上你的人生 就是被少數這些人說了算 而不是說碰到事情的時候 可以知道說 我應該有的權利是哪些 我在這個社會上 我怎麼樣才不會被這個 別人這個 以這個莫名其妙的一個原因 就把我抓去管了 被消失了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它最基本的就是 知道社會它的運作 是有一些規則的 這件事情是所謂的素養 但是你在這個上面 再去做更多的就是創造或發明 那這個東西它當然是 這個人生的志趣 那所以我們現在在 就是學年國教 就即將明年要上路的一些課程裡面 我們強調並不是技能 就是並不是你的法律技能 並不是說每個人都要寫新的法律 重點是素養 素養的意思就是說 要知道說 在自己平常的生活裡面 怎麼樣去運用這件事情 讓自己更好的 能夠跟別人溝通 而且不會莫名其妙碰到一些 就是讓人不開心的事情 所以陳設計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並不是說 好像是說小學啊國中啊 一定要每個禮拜排幾難課 來練習這個技能 如果有排課的話 那也只是要我們叫做 除美 Demistification 就是讓大家不覺得 這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說陳設計就這樣而已 它其實並不難 它跟拼拼圖啊 堆積木啊什麼 其實是類似的事情 所謂的AI 其實也只不過是 就是把你看到的一個圖片 然後可能變成一段話 或是把看到一個語言的一段話 翻成另外一段話 它就是好像樂高吉姆一樣 有一些已經做好的東西 那你可以很容易把它組合起來 其實講穿了就是這樣子而已 它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抱持這種 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的這樣子一個心態 那在新的技術來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說 好像他離我很遠 相反你會覺得說 我去找比我懂一點點的人 他講的我一定聽得懂 他在找比他懂一點點的人 他講的他又可以聽得懂 那整個社會 就可以是這樣子一種 叫做知識的階梯 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所以這是先回答它的用處 就是以素養 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隨時都可以拿來用的 這個角度去學 那但是作為文組的學生 他運用這樣子的設計的東西 我覺得有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能夠去講很清楚 人類對於這個技術的需求 很多理工組的學生 他們是就是接觸到這個 技術最前沿的東西 他會反過來去要求這個社會說 為什麼我這個有個新發明 為什麼社會還沒有採納 但是事實上 我們在台灣不是這樣子嗎 我們在台灣是說 讓一個新的技術發明的時候 他們要行動支付 那我們如果要來使用的話 他一定要比現有的電子支付 他比方說有一個卡 他比方說提款機 要來的方便 我們才會使用 我們要讓他國家 或者是某一家大公司 由上而下說 這個地方的人他就一定要 即使不好用的時候 就切換過來用 犧牲掉所有其他人 這不可能明天就五千人上街頭了 所以我們在台灣 要能夠做創新 他必須要是社會所理解 也能夠接受的一個創新 那我覺得做人文的朋友們 就是更能夠去知道說 我們現在發展到這個社會階段 社會正在需要什麼 他能夠把這個東西翻譯成 離族的同學們 能夠理解的東西 反而是社會的需求 經過導引之後 帶著技術去進步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 社會創新的一個重點 所以這個是 從文族的角度來看 那剛才有一個問題 其實是大抓州計畫 對不對 就是有沒有像台灣吧的 大抓州計畫 那樣子的plan 在我們政府裡面 去使用 任何跟社會科技有關的概念 OK好 那我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就是說剛才提到的 這個公共門見識計畫 剛好也是我們萬寶化成辦的 其實我在進行政院之後 我們全年就透過這個公共門見識計畫 跟25位見習生一起工作 應該從行政院本部 從來沒有人一次用過這麼多見習生 那今年我們是跟35位見習生一起工作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子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當初跟林全院長 談的那個勞骨協商 包含遠端工作 那遠距工作 其實勞動部已經有一個 遠距工作電傳勞動的一個法令 我們在2015年跟勞動部合作 把它做出來的 那其實公職人員呢 同樣在2013年 當時還是人事行政總局 或是人事行政總局的時候 就已經有過 就是如果公務員 他工作跟網路有關的話 他同樣不受工作地點跟時間的限制 那所以這兩件事情 加起來的意思就是說 任何來我們辦公室的見習生 他都可以在台灣的任何一個地方工作 你來然後一起吃個披薩 大家知道今天要做什麼之後 大家就各自認領各自的工作 然後回去這個組團 那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蠻重要 就是說我們如何把工作 透過數位的技術把它切分成 大家都可以做一點點做一點點的事情 比方說我們去年的工作 就是把所有 就是政府二三級機構 508個網站 全部用iPad跟用Chrome 就是用各種不同的瀏覽器 都看過一遍 看到有沒有跑板 有沒有這個使用者體驗不順暢的地方 那今年的工作 就是用各位比較習慣的手機 iPhone或者是Android的手機 把政府的所有有手機提供的服務 通通都看過一遍 然後能把這個動線上面不清楚的 或者是跑板的 或者是有亂碼的等等的部分 告訴我們 那告訴我們之後呢 又有另外一組的同學 他本身是有一些設計的能力 他就可以去把這些東西直接修好 修好之後 從部會的角度來看 年輕人就不是只來罵 而是這個會吵的朋友 就是進廚房 大家一起來找出 怎麼樣去把 包含我們報稅軟體 以及其他軟體 把它優化 它變得更好 那如果沒有數位工具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 這樣子三十幾個人 四十幾個人 在網路上把事情切成一小塊一小塊 然後分別的去做 做完之後又會整起來 這個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那這件事情就叫做重包 Crossourcing 我覺得大家如果去參加維基百科 或參加任何開放圓滿一個社團的話 這件事情其實是數位時代 之前跟之後差最多的 就是我們可以一次把上千人 上萬人 十萬人都組織起來 然後透過橫向的 平面的這個溝通 一起去完成一些 比我們大的一些事情 那其實台灣吧 因為DJ Howard一開始 我們在那個黑客松的時候 就有討論他這個計畫 其實也是透過群眾募資 然後從這個募資的過程裡面 在從群眾募集 idea 然後群眾募集的這個 idea 大家因為都已經群眾募資 給了一些錢 好像是股東一樣 雖然其實不是 就可以提一些很多很好的主力 那這個就好像是 像是湯姆歷險集裡面 就是你付錢幫他刷牆一樣 然後就可以把大家的這個想法 集思廣益出來 然後做成一個 不是本來的那個 原始團隊想得出來的事情 原始團隊 他其實就是找到一個 把大家組織起來一個梗 組織起來之後 就保持一個聆聽的狀態就好 那這個其實是 我覺得政府 最能夠學習的一件事情 我們未來也很希望 不管透過重點平台 或離台灣或其他的平台 用這樣的方式 把大家組織起來 有個梗 然後大家一起去想說 怎麼樣我們可以做完 看一下 好 我們掌聲謝謝 觀眾的分享 那因為等一下我們 會開放現場的問答 那我先請大家也先想想看 等等我們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台上的五位我們的嘉賓 那因為機會很難得 那我想說 我是不是也邀請一下 政委 你有沒有想要問 三位年輕朋友的 因為剛剛是他們問的 你有沒有想要問他們的問題 反過來講 會不會有什麼需要 想法上可以跟他們討論的 其實我覺得 剛才這個書長講到一個很有趣 就是那個social norms 就是我們在社會上面 僱主所期待的 我們言行君子上面的 一些一些常規 那舉例來講 我在接這個工作之前 從來穿西裝的填屬 從我有生前來 大概沒有10天加起來 對 但是現在我一天都晚都來穿這一件 那但是呢 反過來講 我也稍微有negotiate 就是說 我是一條最舒服的 然後這個看起來也不是 不是非常這個 對 所以我想就是雙方都有一些磨合 那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雙方磨合的過程裡面 如何讓大家覺得是說 好像 這個工作場所的一個文化 或工作場所的規則 是大家可以互相討論的 就是這件事情 它會變成一個social object 是大家可以討論的一個東西 而不是好像說就是很高壓 這個壓下去的東西 所以我是想說從 就是螺螢的角色 就是說如果未來 你要進入一個職場 你會希望說 部主是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再跟你溝通 就是他目前的這些 對言行俱指的這個要求 有沒有什麼說法或者想法 從你的角度來看 是部主這樣子講 你會比較有效的覺得說 那不是一個衝突的 而是說大家可以一起來找出 接下來會怎麼樣發展的 我想這個 就是不管各位怎麼回答 我們老法署都可以拿這個 然後回去跟資方講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們哪一位想要優先分享 那我們是不是還是我們就請 要不然我們蔡主播先來 因為我真的有辦法做錯 要審慎的回答這個問題 對 好 那我不然那我換一下順序 那我先請我們的孟毅來回答這個問題 好了 我覺得重點還是 我會希望說 我在職場工作的資訊 都是公開透明 就我不會希望說 像薪水好了 我會希望 之前網路上也有在 我也看過有人在提唱說 就是我們應該要知道 我們所有同事的薪水 就避免那個勞資不平等 然後資訊不透明這樣子 所以 無論是什麼資訊 那假如說如果今天是一份工作的話 我會希望 如果我是一名工程師 因為我其實現在大學也在修職工系的課 如果我未來是一名工程師來講的話 如果公司給我一個案件 然後我會希望 他會先跟我討論是 討論看看有什麼比較 或許符合現實的事情 因為上層不一定是這個專業 然後我覺得 我會希望一起討論看看是什麼 方式之情會比較合理 而不是他直接告訴我 就是 你一定要怎麼樣 就是 因為我來看 我會想說是這樣子 再請我們溫同學來分享一下 其實我對這個服裝 其實有蠻多的想法 就雖然我還沒有出職場 就是真正工作很久 但是其實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我今天如果就是 穿著一個T恤跟短褲 就來這裡跟大家分享 中中服實習 跟 就是我的這些實習經驗的話 大家會怎麼看我 就是大家可以稍微想像一下 你們如果今天看到一個人這樣分享的時候 你們還不會相信這個人說的話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其實 有時候 服裝的要求 他有一定程度 是想要公司 想要展現出 你的素養 就是你的專業 會讓人家第一眼 就相信你 是可以值得信任的 那其實 某種程度上來說 服裝 是某一種就是外在第一眼的表現 所以 我覺得大家不用說 一定要要求 像在大學一樣 我每天上課就可以穿著夾腳托 跟就是 T恤上學 那我覺得 就是在職場上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在學校裡面 現在就是學生最大 學生想要怎麼樣 其實學校也不敢 就是說什麼 那這個 在職場上 你領的是別人的薪水 那包括你去實習 你也是要就是 去裡面去適應 未來職場工作 那你就要第一個 當然 首先你要先去進入職場 先符合他們的要求 那當你進入到遊戲體制裡面 當你能夠 透過其他方式 展現你的專業的時候 當然我就可以 像鄭偉一樣 就是 可以不用穿的那麼像 每天都穿西裝 然後穿的那麼正式打領帶 什麼的 那我一樣可以展現出我的素養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老闆說 我想要換另外一種 就是比較 我想要的服裝 就是這些東西 就是你進到遊戲體制內 你把它玩好了之後 你在跟人家去談判的時候 人家就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就可以相信你 不管怎麼樣 你都可以展現出你的素質 跟那個專業 那你就可以去改變這些事情 所以我認為就是 大家不要一開始的時候 就想要去衝撞這個 這個體制 或是你想要去 滿足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你不要認為說 因為我就是 我的個體的權力是最大的 所以不管怎樣 公司都要配合我 我覺得這想法其實 是會滿 就是跟現實衝突的 因為畢竟人是一個群體的動物 當你不符合這個 整個體制的時候 其實你會 自己內心會有一點不自在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像就是 可能證委或是像 就是祖國可以 自己走出自己很獨特的路 或像孟姨一樣 走出自己很不一樣的東西 那可以跳過大家的框架 那在你還不行的時候 我覺得你可以先去 適應這個體制 然後再去打破它 也沒關係 所以我給大家的建議就是說 我就是跟證委 比較不一樣的相關 我不用一開始就是 跟人家要求說 我一定要穿得很輕鬆 但我可以先進去之後 我再去跟他們 一步一步的去溝通 然後達成我想要的目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 需要時間去適應 謝謝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當你去面談一份工作的時候 事實上他會那麼在意 你們的穿著 是不是也某種程度 意味著他想要知道 你對應徵他們這份工作的重視與否 你了解意思吧 因為他可能從服飾上去 他的反應是 你重視這份工作 你想成為我們公司的一份子 所以你就會怎樣 在意你面談的一切 包括到你的穿著大白 可能其中也會有這樣的一個因素 但我非常認同 因為事實上面談是一件事 可是進到職場工作之後 當然場域不一樣 有些你要非要穿黃塵衣不可 那你就不行 你就一定要做服飾這樣的一個配合 可是事實上如果說做的比較是研發性的工作的話 事實上一般的企業他對你服飾方面 他其實不會有很多很多的要求 但確實的也就像我們正委提到的 你在不同的場合 就像我們今天主持人 他就不可能 因為他主持我們的活動 對不對 他今天參加這麼重要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所以他就會注意到他的形象 所以某種程度 事實上在面談的時候 為什麼企業會那麼在意你的穿著打扮 他是不是也體現出他在觀察 你如果重視的話 你今天就不會很瀟灑的 隨心隨意的穿你喜歡穿的服飾 就像你剛提到 你穿個T恤 你穿一個拖鞋 那一般的企業他會覺得說 你根本不尊重這個工作 你不重視這個工作 所以呢 是不是有這個因素 其實也提供你們做一個參考 有我想好了 就外表部分 我突然想到有一個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們剛剛說服飾 你知道做主播這個工作更痛苦 不只服裝 還有身材 因為我真的是屬於比較肉肉的類型 是真的很常被長官定 長官說你這麼胖這樣OK嗎 就是主播的身材是一種職業道德 但是我不得不說 因為他們去年把我丟到一個美食節目 所以這是一種職業傷害 但是現在把我調到一個 就是另外一種節目 可能可以讓我稍微再瘦一點 好 但是當然是玩笑話 我自己覺得我在工作上 我很在意三個重點 但是這是我以前自己在求學的時期 我沒有想過的 我後來發現我非常在乎 大家都說想要找一個錢 都是壓緊的工作 可是對我來說 我更在乎這個工作的成就感 跟未來發展性 所以倘若我在找工作的時候 有時候薪水真的不是我們自己 能夠有很大的那個 因為畢竟我們剛出社會 你實在還拿不出什麼作品 跟你的實力就是還顯現 當然你可能很厲害 可是你的實力現在 就是顯現不出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說服人家說 我月薪想要10萬 那當然你可能一開始 你就只能去接受 資方給你的那個薪水 但是我會很在乎的是 他未來對我的規劃是什麼 或者是我在這個工作裡頭 我的下一步可以讓我達到什麼 所以這我很在乎的是 就是成就感跟未來發展性 而第二個我很在乎的是價值 我非常害怕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是一件我不認同 或者是我從中 我感受不到它的價值在哪裡 吃日我之前的工作 我有一陣子非常感到挫敗 我之前在一個節目裡頭 發揮的空間很小 比較像花瓶的角色 那因為之前我就會 我自己在大學的時候 我也很愛看節目 但我看節目的時候 有時候看到一個 類似花瓶的女主持人在旁邊 我就會想說 他幹嘛在那 但是當你自己 變成那個角色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可怕 我就覺得每天大家都看著我想說 他幹嘛在那 又不講話 所以我會一直心裡很拉扯 很衝突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種感覺嗎 或者是他討論的東西 你會覺得我不認同啊 然後為什麼要做這個 對社會的價值跟意義在哪 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的心情上是過不去的 當你在做一件你自己不認同的 價值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算你就覺得說 就算他給你一個月三十萬 你都不想做 對所以我覺得 你們去找工作的時候 也可能可以參考這個點 然後我自己還有一個覺得 我也很重視的是認同感 我過去從來沒有想過 我可能就是這兩個事情 我有想過 我可能要有價值 要有未來發展性 我從來沒有想過同事 對我的影響這麼重要 我以前就覺得說 大家都是朋友 可是後來進了職場後才發現 真的有些人就是同事 就是可能你們私底下不會約出去的人 你就會覺得 那我們真的就是在同一個地方工作的人 那我覺得能夠在公司裡頭 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 我自己覺得真的好重要 他會讓你每天 或者是你喜歡做這個事 你喜歡這群人 你喜歡這個工作的價值性 我跟你們說 真的你出來工作以後 你喜歡這個工作 我到禮拜天晚上 隔天要去上班 有時候可能放三天假 我有些朋友會說 好煩喔 明天又要上班 我真的覺得超煩 然後我可能心裡就會說 會嗎 就想說明天又要出去拍外景了 又可以去吃到什麼好吃的 我覺得好期待喔 所以就是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你會在一個很開心的分會 你就會真心喜歡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其實還蠻 就是自己 以後再找工作的時候 可能也可以考量一下這幾個點 或許都是你在大學的時候沒有想過 當你出來工作以後才發現 哇原來他還蠻重要的 好我們是不是謝謝剛剛 大家要掌聲分享一下 講得好不好 好 那剛剛第一輪大家 大家聽到他們五位非常精采的分享後 那我想現在開始我想 爭求現場有沒有同學 想要對他們五位 提出任何的問題 你可能聽到他們剛剛講的 哪一些部分覺得很有趣 但是不是那麼了解 或是覺得也許覺得 我不認同 這個想法 我有不一樣的見解 我想跟你互動 我想跟你聊聊看 有沒有現場哪一位同學 哪一位青年朋友 願意來發問的 我想請問 我想請問 我想請問蔡主播 是什麼動力讓你一直堅持 夢想往前 往目標前進 其實我自己進新聞圈的時候 我心裡面有一個偶像 我覺得大家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 我就先一起融合講一個 我自己現在心裡有時候會想的事 有時候剛剛我剛剛在進場之前 我跟主持人聊了一下 他就問我說 你有沒有想過你五年後 或十年後 在哪裡 你在做什麼事情 其實之前有一個主持的前輩 就跟我討論過說 你去想一下你五年後 十年後要做什麼 但是呢 你可能找一個偶像 比如說我的偶像是陳文淺 我就覺得她是一個會傳達 就是很聰明很智慧 大家說她是全台灣最聰明的女人 然後她很有正向影響力 她可能在國際情勢啊 政經啊 她都很有自己的一道見解 那這個主持的前輩就跟我說 你就找一個偶像 然後你看 她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 她已經做到什麼樣的事 然後你就比較 你自己現在到哪個位置 我就突然覺得 欸對還蠻有趣的 當天回去就查說 陳文淺二十幾歲的時候 在做什麼 後來發現 我已經追不到人家的車尾燈了 沒有啦 就是我覺得就是 你會有一個設定一個目標 然後就很努力的朝著她那個方向去前進 但你不是變成她 你是可以走出一條你自己的路 讓大家看到你的宇宙不同 這可能就是一直 我現在想要做的事 以及我想要變成一個 對社會更有正向影響力的人 就是可以促使著我一直很努力的 可能有時候很痛苦 但是還是會逼迫自己要繼續往下走 我們謝謝蔡主播 那接下來下一位 有沒有哪位 我想請問一下蔡主播 因為像現在就是環境的改變 所以造成說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 在面對失敗與挫折的時候 比較無法成算 那我想請問說 你有沒有遇到什麼 就是在質疑上 讓你最挫敗的一件事 然後你是藉由什麼方式去克服 然後走過去的 對我太有感了 因為我到現在 都還是一直在經歷大大小小的挫敗 我其實工作上我剛剛講到一個 就是我曾經在一個 我覺得不喜歡自己工作的一個狀態裡 然後還有我自己常常被公司 賦予了一些很難的考驗 我可能弄不來 以及我去年呢 發生了一個很糟糕的新聞 所以在那個當下 我其實對自己是很 對自己未來是覺得很擔憂 很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甚至其實我現在 我還有雙重的身分 我一邊在讀研究所 一邊在工作 我可以說我最近就是 在弄新節目 然後同時遇到學校期中考 你們才剛期中考完吧 然後同時弄學校期中考 然後我又要處理就是 就是節目的一些 還沒有用完的東西 我每天都焦頭爛了 所以真的很常 我自己是 像講好像有點那個 就是有時候真的在家裡面 會自己哭 而且我會接受到很多來自 父母的期待 或長官的期待 那種時候 你知道那種無力感嗎 你有時候會覺得 我已經很努力了 但是為什麼大家都覺得 我還是不好 但是我之前看到一句話 我覺得還滿有感的 一句話是說 你不要嫌別人對你不好 可能你現在就是真的還不夠好 所以我就是會一直給自己很大的那個壓力 想說我要再變得更好 但是不是為了別人 可能就是要為了自己再更緊緊 然後在面對挫折的時候 我老實說 我曾經在去年有一段時間 對這行業很失望 當時就覺得要不要審慎評估自己要不要離開 或我是不是能夠克服這個關卡 但我後來覺得面對挫折最大的勇敢 就真的是去面對它 而且我會想過說 我今天在這裡遇到這個挫折 我如果就覺得這個工作不適合我 好我去做別的工作 難道就不會遇到同樣的事嗎 那如果我因為這件事情 我就離開這個工作 那我沒有我並沒有解決它 我只是逃避了它 然後去做別的事 但是我可能做別的事 我還是做得不好 所以我在面對挫折的時候 雖然你有時候很痛苦 但是你還是要去面對它 你才可能會進到下一個更強大的自己 那同樣這個問題 我是不是可以一樣的問題 我也請來看看正維 剛剛一樣的問題 不過我想要先comment一下 因為我們做政策分析的 剛剛三位有給我很多很好的見解 所以我還是想要先忠誠一下 變成我們能夠回來給資方聽的一些事情 我剛剛聽到三個很重要的點 一個就是說資方自己如果有什麼social mission 就是說如果有想要社會怎麼樣變得更好 或它創造出怎麼樣好的社會影響力 這件事情好像不是只是在 員工新生訓練或面試的那一天這樣而已 它應該要是很公開的很透明的 讓大家都知道說這個公司這個企業 這個合作是怎麼PO 它正在怎麼樣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好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這一次公司法修正 第三個就是三個特別在講的就是工程 章程裡面它如果覺得說 它對社會有些公益報告 或有任何這些東西要提出的話 這件事情是我們政府要幫助它公開 而且是要背書的 就是說這間公司它的mission真的是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會很有效的去讓 想要就是讓世界變得更好的人 它能夠拿著這個去質問公司說 你們是要讓世界變得更好嗎 那為什麼沒有這樣子做 就是說它可以把這個權力無形之中 把它比較分散給所有的stateholder 而不是只是公司的股東而已 而是所有的利益關係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個就是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說要先進入體制 再改變體制 其實我完全同意這個想法 只是說從進入體制到改變體制的過程裡面 大家可能是想說以前就是 如果看一些電影的話 是要潛伏很久 然後這個升到很高的位置再改變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不是這樣子 因為你要做到改變其實只是一點小小小小的改變 那每次能夠做小小的改變的時候 你想要確保說沒有踩到任何人 就是所有利益關係的人都覺得說 這至少對我沒有損害 那這樣的話這種小的改變就可以一直發生 那公司我覺得也應該更能 encourage這種小的改變 我們叫做重構 refactoring的這個工作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為什麼 就是細谷的科技能夠發展這麼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每天都要改善自己的流程 那這一點其實是我們產業創新非常需要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可以帶回去的 那好吧那就回到主持人的Q我的問題 其實兩個嘛 一個是怎麼樣面對挫折 然後另外一個是說 在就是工作的過程裡面 怎麼樣去保持自己的那個追夢 的那件事情 其實我有一個 我想剛剛我已經講過 我就不講太多的 就是說我其實不是追求什麼東西 我是一直保持著興趣 這是不一樣的 那個時候林軍院長問我說 我加入那個是為了什麼社會使命嗎 責任嗎 道義嗎 愛國嗎 還是什麼有的沒有東西 大概列一長串 然後我就說沒有我就是做興趣的 那但是這個的重點不是只是就是 一群超人那種做興趣的 而是說我是讓大家都有興趣 就是說很長久的時間以來 為什麼我當時幫林軍院長去問我很多朋友 願不願意當這個職位 大家都不願意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覺得在這個位置上面 沒有辦法保持對人生的興趣 會有各種各樣子的這個抹黑啊 質詢啊 這個可能圖利啊 被司法調查 什麼就是各種各樣子 讓人一聽到就喪失興趣的事情 可是如果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國家沒有辦法有更多 有至於公共服務的人 有投入公共服務的話 那其實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所謂做興趣的不是只是做我自己的興趣 而是說試著透過這樣子的示範 讓大家看到說原來用這樣子就是透明的方式 在做公共服務的工作 事實上我不找任何人麻煩 任何人也不找我麻煩啊 所以在這個事情上面 我覺得是一個算是一個示範 讓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做公共服務也可以是一件很有趣 而且你不需要刪掉你的Facebook帳號 還是可以繼續做的事情 那所以這個是我自己的purpose 就是說我自己有興趣的同時 也讓大家都覺得說這個工作環境 是可以保持大家興趣的 那在碰到挫折的時候 我其實非常同意這邊的講法 就是說你跟挫折跟問題跟困難相處的那個能力 決定你自己怎麼樣就是超過自己的期待 就是說如果你本來就覺得說我就是這樣的人 我碰到這樣子的困難這樣子的挫折 我本來就面對不了然後我就走了 那這樣的話這是一個自我成真的預言 就是說你就真的就會變成只是這樣子的人 但是如果你跟問題跟困難相處得夠久 當然這個相處是有一些技巧的 就是要保持睡眠 這個有事沒事哭一下發現一下 要不要很好支持系統等等 就是在有一個安全網的情況下 跟他相處夠久 那慢慢就會發現說 這件事情從某一個角度來看 是非常讓人無法忍受的 可是你稍微趕一點點 或者說你把隨手可得的資源 可能不是需要很多的錢 也不是需要很多的時間 也不是需要很多人 但是稍微調動一些資源 稍微改一個方向 忽然之間這件事情就不但不需要忍受 而且還蠻有趣的 那這個時候這個就是我們叫做 就是隨手創造 信守你來的這個能力 這個能力只有在你跟問題相處 夠了解它之後才會出現 那在此之前如果一直是一個排斥的情緒的話 其實你沒有去很深入的去了解那個挫折或那個問題 後面的我們叫做 就是它的根源的時候 只是在看它表面的時候 那當然一直都是在一個排斥的情緒裡面 我自己的經驗是至少要一兩個禮拜 你才能夠慢慢慢慢呈現下來 然後去把這件事情當作一件事情看待 不 take it personally 那我覺得不 take it personally 非常的困難 因為畢竟整個環境都是感覺好像是在指責 或者是在面對你個人 但是如果你又看到後面結構性的人 你就會發現說今天換別人在這邊 他也是碰到一個類似的狀況 所以不只是說你到別的地方也會碰到類似的狀況 你如果能把這個狀況解決的話 你是在造福所有以後碰到類似的狀況的人 你是在造福所有以後碰到類似的狀況的人 我老是有一個同時性 我的一個方法其實跟這個政委很像 我也是會因為職位而轉換跑道 只是那個是在同一個單位裡面的跑道轉換 但是我們需要的專業是不一樣的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其實不瞞各位 我認為 我會試著讓自己在新的工作去找到我的樂趣 所以其實一直支持著我 或者是支撐著我能夠無怨無悔的在這個領域裡面工作 在工部門從事工作 你說沒有錯壞嗎 那是騙人的 沒有挑戰嗎 挑戰性很高 但是當你碰到問題 當你轉換跑道 當你必須要去學習新的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我有一個 我個人認為不錯的一個方法就是 我在中間找到樂趣 換句話說 換了跑道 我必須重新去了解新的業務 我也必須要跟各位一樣 未來我們都必須要持續性的努力 因為現在社會不可能容忍你 容許你一成不變 所以我剛剛提到我的年齡 我們在大學研究所的時候沒有電腦 可是我要生存 所以我得學習 雖然我沒有辦法那麼精進的使用它 但是至少它已經是我生存必備的條件 所以我必須去學習 然後你社會環境在改變 所以你會發現到 我剛剛提到挑戰性越來越大 那你不能夠說放棄 因為你也必須生存 所以無止境的學習 終身學習實際上 我認為是每個人 你都必須要這樣的心理準備 可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讓自己一直在新的工作裡面 去發掘工作的樂趣 那我覺得這個對我的幫助很大 那我想分享我自己的一個歷程 其實我很想聽聽兩位同學 尤其像剛剛孟姨 因為你是也很特殊的一個才能 可是我相信也應該有你曾經有過的 卡卡的地方吧 對不對 那同樣的就是溫文的話 你有別人沒有過的實習的地點 這是你進去來的 非常佩服而且覺得不可思議 可是呢就是說在你在Join進去之後 參與進去之後 你有觀察到什麼 或者對你未來 你到底有什麼樣的一些的影響 或者是一些啟發 不好意思主持人 我能不能聽聽看他們兩位 因為我很好奇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孟姨先 那我順便想分享一下我一個人生故事 就是我是靠魔術方法這項 這個技能進入 特殊選擇進入新華大學 那除了魔術方法以外 其實有另一部分是因為領導企劃 我在國一那一年 國一那一年在台中市民高東學 我創辦魔術方法社 國一那一年 後來國二 因為在台灣有其他的人會辦全台灣這種魔術方法比賽 因為魔術方法其實是一個很小眾的運動 所以其實推廣的人不多 那我就想說他們可以辦比賽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 我國二在全校辦一場魔術方法比賽 然後國三呢 我就想說我想辦一場全台灣的 那高一的時候呢 因為很多因素 然後我就決定在台灣辦一場 第一場跨國際的魔術方法比賽 是第二屆海峽人家魔術方法交流賽 然後我覺得很多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很年輕 我那時候高一 然後台灣也沒有人做過跨國際的 就是邀請國外 甚至是邀請國外選手 然後又有在科博館 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辦過展覽 然後我覺得過程中會有很多困難 然後會有很多人跟你說 你那麼年輕你怎麼可能辦得到 可是我自己立場是我覺得 他們說辦不到是他們辦不到 不代表你辦不到 就是我的立場是這樣子啊 然後我自己其實也很堅信著一句話是 就是如果你今天不往前一步 那你怎麼可能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我自己信奉的一個教條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覺得 當有別人跟你說 他覺得你這樣子 你的夢想太怎樣的時候 別人辦不到不該辦不到 因為他們並不是你 他們怎麼可能可以去定義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完成一件事情呢 這樣子 這是我的立場 那我們請溫溫分享一下 OK 好 那其實 因為我講過在上海銀行跟中文府 都有實習過 那其實實習面臨到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你進去之後 其實一開始人家不知道要給你做什麼 因為他也不知道你能做什麼 所以這時候 我就一直信奉我一樣的理念 就是說 你去問 你去爭取看看 你能做什麼 然後人家看要不要給你 然後如果他覺得你OK的話他就會給你 那 你去要的時候 你又不會得到任何損失 你要不到的話 你也不會失去什麼 但你要到了之後 你就會比別人多一些東西 就好像 當初那個什麼 總統府實習他其實沒有說 我可以跟著總統車隊到處跑來跑去 可是因為我覺得 我就很嚮往說 哪一天我可以坐在總統車隊裡面 不管是用什麼身分都好 那是一種憧憬 就是大家 喔對總統府這種想像 然後你就會想去多體驗 更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我就去問 然後問了之後說 可不可以 然後他說 如果有相關行程的話 那你就可以跟著去 然後我就做 可能跟那天行程有關的一些 新聞稿撰寫 或者是協助採訪 之類的等等 那我就可以每天都跟著總統車隊出去 那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這個工部門計畫 它有它的時數上限 比如說你是100或200小時 那因為總統府 就是一個真的很特別的地方 而且你要有佩脊症 你才能到不同的樓層之間 自由的遊走 所以我那時候就希望說 我每天 就是我在這個暑假期間 我想要每天都去 然後我就去問我的科長說 我到底能不能每天都去 然後他就評估一下之後說 應該沒什麼問題 然後因為我是說 我不領薪 但是我想要每天都去做 就是總統府的工作 然後他就答應了 所以我就可以每天去總統府 各個地方到處去認識 然後去認識不同的人 然後去就是 接觸不同的業務 去都了解看看 總統府到底在做什麼 那這整個國家體制 它運作的方式是怎麼樣 跟大家想像中一不一樣 或甚至跟我課內學習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 就是有相似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進到職場 或是不管你在任何地方 其實都一樣 就是你要盡量去爭取 或去構思想要 你進來之後 你可以去拿到什麼東西 甚至這個東西 是原本他不願意給你的 那你去爭取之後 有就是你的 沒有那你也不會有任何損失 而且如果你有的時候 就得到另外一種喜悅 就是那種你原本沒有預期到 會想要的東西 那其實另外一個 是關於挫折這個東西 雖然我沒有像 就是鄭偉跟支祖國一樣 就是有那麼多的工作經驗 但因為我自己在學生會 那我也是把自己當做一個 可能選舉出來的人物 然後去面對大家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因為我提了政見 是跟以往學生會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可能是跳脫學生會 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我去跟外面去做一個連結 比如說我們要推出個東西 然後我們需要跟大企業 做一個配合 然後我們把這些東西 引進來這個校園裡面 可是大家會認為說 這其實不是學生會 可以做的事情 很多人就把這個東西 限注在這個框架裡面 然後就對我有很多的批判 那對我很多批判同時 內部也會同時產生一些動搖 就會說 怎麼這個我們的會長 就是能力還不太夠 一直照大家提評 是不是人氣不夠好 然後你要在這種情況下 你要去面對這個抗壓力 然後不斷的去引導 引導就是你自己內部的成員 然後去往那個目標前進 同時你要去外面 一直去說服說 我們的東西是可以做到的 然後你另外一方面 也要往這個方面 一直前進 比如說你要找校友 一起去跟企業合作 找學校 讓他授權給你 去做這件事情 那可能學校做不到 但是學生 透過學生的身份 他可以去爭取這些機會 用各種方式去遊說 所有的單位 讓他相信你 然後並讓你去完成這個任務 達成你當初想要完成的目標 這也是我當初學生會選舉的時候 我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要做跟之前 別人做的不一樣的東西 而且我要把這個東西 是讓所有學生都可以受益的 那我一直保持這個信念 然後一直往前進 所以當你過了那個低潮 帶他開始信任你的時候 你那事情會越做越快 就是所有人都會把他的資源拿過來給你 他就會把你連結到資源 其實我有認識什麼 D卡創辦人 認識什麼 一些APP創辦人 然後他可以 直接把那些老闆直接介紹給你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些東西 再去鏈結 整理整個大的資源 包裝起來 再去運用到你 當初想要完成目標 所以其實大家最重要的是 你面對挫折的時候 其實你不應該說 這太難了就逃避 而是你要去想說 你現在還有哪些資源可以用 我要去找哪些人訴苦 或是跟哪些人去詢問 要怎麼去解決他 因為所有人 不管是你的爸爸媽媽 或是你的學長學姐 他都有他的經驗 是你可以學習的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這些方式 不斷地去面對挫折 背後有一個避風港 那前面就是 你擺著一個目標 不斷地向前進 然後你就可以 不斷地去突破自己 然後把那些挫折給克服 那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自己在校園裡面 遇到一些狀況 然後去如何面對挫折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我們謝謝兩位同學 那剛好線上有個問題 還不錯 那我們提出來看看 有一個Simple Lee 他提到說 想請問唐鳳在選擇進入政壇 可曾猶豫過 畢竟受到的社會關注度會提高 也會受到較多的評論 那我自己再多問一個 那可曾後悔過 我一直都還保持著興趣 然後從來沒有後悔過 那猶豫過當然是有 就是其實我 其實跟剛剛大家想的一樣 就是說當碰到可能有猶豫 或可能有挫折的時候 還是後面需要一個避風港 這個是絕對是真的 那但是我跟大家可能比較不一樣 就是我的避風港 就是全部的網路 當時就是我終於這個 沒有辦法推任何朋友 然後我自己要這個下來填的時候 我確實當時有一個月的緩衝期 因為當時我在蘋果的顧問工作 還沒有結束 所以那當公務員是不能兼職的 所以我就跟林軒說 那我還要一個月才能夠上任 那一個月我就是在歐洲 然後去把所有跟我在類似位置的人 想辦法去Cold Call 去Interview 然後去看歐盟在類似位置的人 是怎麼想事情 但這是實體的部分 但在網路上的部分 當時大家也許記得 我有開了一個叫WiseLight 現在還在運作的一個網站 當時就是讓所有人 包含媒體 或者是任何感興趣的朋友們 都能夠來問我問題 跟他指紋 收到我的公開回答 那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為作為收到非常多的關注 其實我們每天都在處理說 我們如何不要去打這個 注意力的消耗戰 的這件事情 其實公部門的朋友們都跟我說 就是光是議員的或者是立委的所資 搜尋 搜尋資料 光是各個不同管考系統 這個監察院啊 這個國發會啊等等啊 還有內部的管考 然後鎮峰駐警 四個地方 這些加在一起同一件事情 你可能要用五種不同的格式 解釋個十遍 給100個不同的 不同的關心力的人知道 所以說這個看起來很威風 底下有三四個不同的科 但上面可能有三四十個不同的 不同的這個要管考的人 那這件事情呢 在我一上任的時候就碰到了 因為這個感覺上好像全世界 都想要知道這個我要幹嘛 那所以呢我的每一個人 他E-mail來 私訊來 這個Messenger來 隨便怎麼樣 我都只有回同一個網址 然後說你要問問題的話 就去上面問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看到 每個人公開的問題 跟我公開的回答 所以當我回答一次的時候呢 我就是幫自己打掉了未來 所有的可能的問題 因為其他人他就只要去 這個詢問檢索 去搜尋就好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這讓我的注意力變得比較對稱 就是說大家是在其他人問的問題 以及我的回答上面去問 而且本來呢 媒體會問一些比較無聊 或比較八卦的問題 可是當他們發現 他們問了一個不好的問題 會被別的媒體笑 而這個績笑的會上新聞 之後媒體之間就產生了一個 彼此進合的意識 然後呢 所以問問題就越來越專業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靠著公開透明的這個概念 然後去試著去做到一個 比較平衡的這個位置 這樣子的話 注意力就比較不會受損 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我想要強調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做公共服務的這個工作 其實每一次 好不知道因為我是處理大家的連署案 所以我等於每一兩個禮拜 我就必須要去了解一個完全不同的 不會的一個完全不同的工作 那這個當然在學習的興趣來講 是非常有興趣的 但是也是對就是個人的一個 跟團隊的非常大的一個考驗 那所以呢 我們後面是怎麼樣去把它變成說 那我們大家都在往一個 共同的價值去前進呢 那這個是 目前聯合國有一個叫做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那它是有17項 經過聯合國幾年的討論之後 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不管它是怎麼樣的體制 怎麼樣的政治 怎麼樣的實際的發展狀況 你只要說我正在做 這17項事情裡面的某一項 那這個全地球的人都支持你 為什麼 是因為他們把所有 國際上有爭端的事情都刪掉了 所以這17項事情是包含就是 終結貧窮 健全生活品質 優質遭遇 潔淨水資源 氣候變遷人對策 負責任生產消費循環 終結飢餓 以及促進目標實際的夥伴關係 等等這17項 它是等於已經篩過的 所以這件事情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就不會覺得很孤單 好像只有我們自己在處理 好像台灣社會的這些事情 而說當我們把這個東西 跟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某一項結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結合 全世界正在處理 同一項的這個事情 這裡像是一個圖書館的 分類編號一樣 它可以把整個社會 不只是公部門 也包含四部門 第三部門 關係這件事情的人 全部都結合在一起 那我覺得這也是 文藝導管主播說 我如果要轉第二專長 第三專長的話 我要怎麼樣說 我正在注意什麼事情 我覺得它越能夠結合 這種國際上大家 一起在做的事情 我覺得就比較不會有迷惘的問題 因為反正就是 17個大社群 然後大家互相的 一致的 去往這個方向發展 帶來講 好 我們謝謝聖文 剛好線上又有一個問題 那我也先提出來看看 那想請問孟依的 一個Kira Chen 那她說您好 這麼年輕就創造了工作 創立的工作室 有參考什麼資源嗎 那或者創業中有 收到任何反對聲浪嗎 那我也多問 那如果反對的話 是誰反對的 最多程度上 可能會是自己的親友 可能會說 你才大意而已 你確定要把那麼多時間花費在 不是科業上面的事情嗎 就是最多程度是這樣 那我自己其實 心裡有點小猶疑 因為是真的花滿多時間 然後我自己其實 先講我工作室的創辦共青情節 是因為中國其實有很多相關的魔術外培訓 然後台灣沒有任何人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想說 我認識台灣魔術外圈那麼多人 然後我想說 我可以結合 整合一些資源 然後或許 來一個台灣第一間教學課堂工作室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實體 所以我自己其實心裡還滿急著的想說 因為我自己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個嘛 就是如果今天不往前一步 所以我其實一直很想要 趕快有個實體的地方 然後可以 就參考中國那邊他們的模式 然後去做更多事情 所以我其實一直 現在還沒有抓緊主意 在那個課業還有工作室之間 這是我一個小小的掙扎啦 那參考資源就是 因為中國那邊很多魔術在培訓這樣 反對聲讓 剛剛有回答到這樣 當然 謝謝孟依 那現場有沒有同學 要在我們五位 台上的五位那個 那個講者有想要再提問的 好 這位那個藍色衣服的同學 那我們請 那我想問蔡主播就是 您做過這麼多事情 那個您接下來還有沒有想要做的事情 或想要完成的目標 因為我看您還有在讀研究所 好 其實我現在 之前都是播新聞 然後現在開始轉主持人了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因為我覺得播新聞很長的時間 就是看著讀稿機 那只是有點像就是一個讀稿的人 那我覺得當主持人 一個很好的事情是 你可以把更多的自我 跟你自己的想法 想要傳達的東西 想要讓大眾了解的議題 放到我的節目裡頭 所以這是我現階段 想要把自己變成一個 更有自我的特質 更無可取代的一個主持人 但是如果說我的人生的 再下一步的目標 我跟現在的所有年輕人一樣 都有創業的夢想 但是具體要怎麼實踐 也還在摸索 所以這可能是我下一個 可能我給自己的目標 30歲以後 我會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聲音很大聲沒有關係 非常的謝謝那個就是主辦單位 請台上這幾位 真的是我們的偶像 像那個蔡主播 那個其實我看你的節目的時候 你竟然能夠小小年紀 然後侃侃而談 然後把每一件事情都分析了 我覺得你都有在做功課 我覺得你是認真的 然後那個唐鳳正偉真的是 我覺得你是新年人的表率 那其實真的是 我覺得我們的學生真的是 需要好好的多了解你 然後多學習 兩位同學更是 我覺得是你們的存在 讓很多的同學會覺得說 真的是人生是有目標 然後大學的時候不要白過 那我想要請問那個就是 陶鳳正偉就是說 面對現在像大陸這麼的 所有的媒體 每天都在講大陸的強大 然後這些學生 我自己覺得學生們 越來越沒有自信 然後台灣讓他們沒有自信 那怎麼樣去鼓勵這些學生 讓他們有不一樣的價值 跟重新的能夠讓他們更有 對自己對國家能夠更有自信 謝謝 這兩個一點因果關係都沒有 我那個1989年第一次不想上學 然後1996年中促的時候 當時我在專欄上 以及我母親也都有寫一些 相關的教育方面的書籍 當時覺得說我們國民教育系統 把小孩教得沒有自信 就是裡面很重要的一個主題 當時這個北京方面還沒有那麼強大 所以這兩個是沒有關聯的 我覺得一向台灣的國民教育 尤其這種技能導向 然後強調說 所謂的競爭力 然後把人放在 可能只有五個或六個軌道上面 那這個跑道上面一定有 這個winner 有loser 然後loser就覺得自己很鹵啊 那然後 但是所謂的winner 也覺得一直都很有壓力啊 這種做法 我覺得本來就會是 培養出絕大部分的人 都在自信心上面是比較薄弱 因為他的成就感是從外面去給的 然後而且這是一個 arbitrary 因為這幾個跑道都不是我們自己決定的 那我弟弟當時有一句話講得很好啊 他說當大家在跑道上面 準備這個預備起跑的時候 只要你一轉身 你開始跑 你就贏在起跑點上 因為沒有人跑你這個方向 你跑多遠你都第一名 對對對 就是一級玩家的概念 對 那我覺得這個本來事實上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不一定要轉到180度 你不管轉幾度 它都是一個不同的跑道 是一個不同的維度 那這個其實是 我在入閣之前 我的工作就是 12年國民教育的課發會的委員 那我們在這次新課表裡面 也特別強調這件事情 就是把所謂的技能導向 改成所謂的素養導向 素養導向裡面 一個最重要的素養 就是自發的素養 我們當然提出一些口號 像說一生一課表 高中提前選修制 學校課程課程 然後甚至所謂的終身學習 前兩天教育部才說 未來大學你可以念十年 那中間你隨便什麼時候去學什麼學程 它可能你可以在學院裡面 甚至學院之間互相轉換 那學位就不是好像是一個線性的 你念完大學念研究所念什麼東西 而是說你花十年念一個研究所 然後後面的後五年 你又覺得說 我要回去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科系 我重新念大學 那這個都沒有關係 就像遊戲裡面成就解鎖那樣子 你解鎖幾個成就 你需要什麼回去找 那大學會變成是一個資源 而不是好像是非念不可 或者非怎樣念不可的 這樣一個東西 所以我想具體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覺得對自己的自信 其實是來自於知道說 自己在這個世界上 可以給出什麼貢獻 那能夠給出什麼貢獻 當然一方面是說 你的興趣跟你跟別人 不同的這個能力 但二方面更重要的是說 你怎麼樣跟別人組合起來 或者結合起來 去做到一件 比大家個別大大獨鬥 都有能力的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 其實是台灣的強項 就是說大家 事實上在台灣 因為台灣有非常 很多不同的Vertical 然後我們比較沒有像 就是北上廣深 這些這個看起來 非常高大上的這個發展 高速運轉中的東西 一樣那麼強到 所謂的在單一軌道上的競爭力 他們比較像是把我們 舊有的那一套價值觀 現在正在加速進行中 但是我們事實上 在新的這個世代 剛剛好多位同學 大概都已經有提到說 我們在看這種 其實是我們認同的價值是什麼 如果跟我們認同價值 不一樣的話 那一個月三十萬 我們也不做 那這個其實北上廣深 還沒有幾個年輕人 講得出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本來就應該發揮 我們在這邊就是 大家往共同的價值 然後互相組合的 這樣子一個能力 而不是去發展 像以前那樣子 就是老一輩 威權時代那樣子 往特定的幾個方向 把大家都比下去的那個能力 我們越發展 把大家比下去的能力 就是所謂工具人嘛 工具人這個比別人這個更有效 更Cost down 更怎麼樣 那在AI的時代 人型工具來的時候 這個就一下就被取代 然後所有人都變成Loser 但是 如果我們現在是說 我們要一起解決社會問題 一起達成社會市民 一起組隊的話 那就算某些部分 被自動化掉 AI來了等等 它只是隊伍裡面 一個我們很欣賞的成員 但是並不是說 我們的價值 就是因為這樣子被否定掉 所以我覺得這個觀念的轉換 是我們在導入新科高的時候 最在意的 所謂的自發活動工好的素養導向教育 但這件事情不能只是學生 或者我們大考中心 或我們這個老師的重新十字培訓 這個我們大概都有一定的想法 但是如何讓家長 然後如何讓整個社會能夠看到說 這樣子才是值得尊敬值得肯定的 就算一個人他念了七個完全不同的大學學位 從來沒有讀過研究所 這個組合它是非常unique 可能全世界沒有人念這七個大學學位 加在一起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 才是我們之後跟學校的關係 這個東西又會回過來 定義所有人的自信 因為時間的音速 那我是不是最後 我請我們在上五位講者 我們一人用一句話 勉勵我們台下的學生好不好 我們一人試著看 是不是想用最後一句話 看看有什麼想對台下所有學生 以及我們在看直播的朋友們 所想想的 那我們先從孟一開始 想一下多年之後回想今天 會記得什麼 謝謝 那再來我們請溫文 OK 好 那我給大家一句話就是 機會來了就去爭取 那只要你先抓到了機會 那你就比你的同儕領先了一步 對 就是給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我們請那個蔡主播 我的是一句廣告詞 永遠記得青春五味的自己 那就剛剛那句話 只要轉向找到自己的方向 你就永遠都贏在起跑點上 那我們最後請署長 終身學習 發掘自己的興趣 培育自己的能力 你絕對不會是一個入社 好 我們是不是在一起 用我們樂隊掌聲來謝謝我們今天五位台上的那個獎者 我們再一次樂隊掌聲來謝謝他們 那也謝謝我們在那個收看直播的所有的朋友 我們今天直播到此結束 我們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